热情的原住民舞蹈表演 为基隆市原住民族运动会揭开序幕 比赛项目多元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代表原住民族传统记忆的 撒网捕鱼比赛 开始 我们运动会的内容大致上都会有 我们传统记忆 比如说撒网捕鱼 还有富仲接力 还有我们的亲子接力 还有我们的大队接力 跟我们的传统拔河的这些竞技的比赛 很多都来自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一部分 包括棒球还有很多的活动 而且我们原住民族在我们全国原住民族 全民族感染很好 加速 加速 堅持 提论 基隆原住民族的运动强项拔河 也成为运动会中的亮点 各队的啦啦队都围在场边加油 我们的长项就是传统拔河 所以我们的传统拔河在公开男子组这部分 已经全国的连三霸 我们的混合的是全国的连两霸 我们去年的公开女子组第一次组队 就拿到全国的第二名 辅会贵宾都到现场为原名选手加油打气 许多原住民朋友也抢着跟市长合照 我们从过去的洋传广计证时代到现在的郭幸存 现在都是原住民的选手们 都能够比赛出一个非常优厚的成绩 我们也会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事上 让我们原住民的选手大家一起努力 比赛出更多好的成绩 希望在场将近500位的原住民组的选手 在各项运动赛事上 从现在从基隆就可以来培养他们的实力 能够让他们在基隆原住民族运动会上 获得夹击以外 也可以在外县市甚至在国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 国际狮子会基隆市抗糖服务团队 也来到现场提供免费的测量血糖服务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体验 这场原住民族运动会在市政府和体育会的用心筹办下 充分展现了基隆原住民选手的团队合作精神跟运动技能 记者黄泽山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淑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淑平